台積電德國廠現在還是圍裡頭一片雜草 預定將在年底動工 但就有台積電工程師透露 員工外派首選居然不是歐美國家 而是這裡 台積電日本雄奔廠今年二月啟用 預計將在第四季量產 因為距離台灣近 再加上文化飲食比較相近 因此成為熱門首選 但常態加班卻也成為問題 知情人士透露會選擇外派 就是希望能到國外生活 爭取加薪生前機會 再看看歐美國家高物價 而且外籍工程師不愛加班 最後就落到台積員工 包含了日本 南韓 中國大陸 台灣 實際上加班或者是所謂的 爆肝工程師這種講法 就變成了是一個非常常態的狀況 雖然台積電工程師爆出外派血汗史 但股價依然很給力 十三號週四上演秒填息 最高一度佔上935元刷新記錄 最後收盤919元 也激勵大盤表現 以兩萬兩千三百一十二點做收 屢屢創下新高 請請問紅衛桃莊資源下報道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